历经两年筹备打造 新竹县长杨文科坐上豪华座椅 感受号称五星级的影城 今天影城的开幕 可以讲是我们新竹县 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旅程碑 这里面有14个厅 每个厅都是用RGV 也就是雷射的放映的方式 来提供最高级的享受 后疫情时代消费回归实体零售市场 竹北地区表现更显著 12月开幕的小平方商场 拥有影厅和百货商场 地下一楼地面十层楼的建筑 邀金站担任百货顾问 业者期待年营业额上看6亿 远东百货竹北店年初开幕 远东旗下聚成百货周年庆12天 整体百货业绩已充至27.5亿新台币 集团今年有望 稳作全台百亿俱乐部第6名 全年挑战145亿 创始上新高 而竹北在地建商丰益 也宣布跨足零售产业 打造旗下首座百货生活购物中心 再加上高铁新竹站专一区开发案 有助新竹百货零售 上看300亿产值 全球的趋势都这样子 美国也是这样子 像我们看到 像艾美容 它的虚拟的业绩有在衰退 但是沃尔马业绩在成长 今年百货公司的 整体台湾百货公司的营业额 可能又会超过便利商店 有些产品它本身就需要 深度的体验跟接触的 它当然就会复苏出来 像百货公司就是这种情况 台湾解封后 实体经济逐渐复苏 据统计 2022年前三季 台湾实体零售业规模 年增幅高达8.68% 除了高于同期电商产业 7.54%的成长表现 更是2004年同期以来 实体零售业最高成长率 新厂尔特电视 林秋侠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